一讲到清末运动 我们肯定首先想到的是太平天国 对于它失败的原因 以前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上 会有很多官方的一些解释和说明 比如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指导思想并不是最先进的一种科学的指导思想 还有就是 我们发展了几千年的儒学 它没有很好的一个对待 对于西方列强 它还是抱有了很多的幻想 那么上述的这些个说法 是不是一个真的呢 我今天可以告诉你们 就是以上的这些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当中 都是错的 对于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 只有一条 那就是中国旧式的这种民间运动 已经不能挽救国民了 听起来 还是有一些个官方的一些个言论 但实际上 真实的历史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先来看一段 看一下这段历史的一个始末 洪秀全是广东花线人 生于大概1813年 父亲他是一个农民 他自幼 在私俗读书 16岁的时候辍学了 参加了两次的相识 都失败了 这应该是中国枭雄的一贯套路 人生不得志嘛 于是他大兵一场 因为在病中了 他梦到了一些个很奇怪的一些个幻象 一些个奇怪的一些个影像 所以他就创建了上帝会 中国自古以来的农民运动 都是带有一些个宗教性质 那么在1850年 洪秀全在广西的金田起义 同年的九月 占蒙山县 1852年的时候 围攻了湖南 在这个地方 长沙他得到了当年 吴三桂在此留下来的很多的枪械 武器装备 还有一些个船只 已经这个几百年过去了 我没想到这些个武器装备 还是一样的 那说明中国的武器装备 没有得到一定的进步 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 强大了自己 武装了自己 并且由此开始顺着长江中下游地区 一路进攻 一直打到了南京 开始结束他的这个流寇行动 是在他进攻了南京 定都天津 就他叫南京叫天津吧 开始筹建建国 由此结束了他的流寇的生活 生涯开始转为筹建国家 太平军呢 为什么进攻会这样顺利呢 主要原因 也并不是教科书上说的那样 官方说是太平军武器有多么先进 而且他的这些个思想也非常的理论 非常的靠科技 非常的民主 但就其论其组织 他表现的很平常 论其军器 就是火器 他也不及咱们清朝的这些个官方的一些个军队 论其将才 整个太平军也始终没有出过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将 太平军这个时候之所以能够英勇的取胜 完全在于他是一股新兴势力 富有朝气 而且能够拼命 将士能够牺牲 仅此而已 他到了建都南京以后 这个洪秀全的主要的这个思想 他不在于建设一个新的国家 而在于贪图享乐 身居宫中 把自己的宫殿修得和一个王朝的宫殿一样 而且是三宫六院也有很多 贪图享乐 仅此而已 到了后期的太平天国内部 出现了严重的内讧 这也是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 到最后出现瓦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内部原因 当然这时候为了平定太平天国运动 政府委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 也就是希望曾国藩能够剿灭太平天国 这个时候呢 是推荐李洪 他推荐李洪章为江苏巡抚 左中堂呢 为浙江巡抚 这样呢 就把长江中下游完全节制 同时在这个时候 英法美也是全力帮助曾国藩 给了曾国藩不少的帮助 因为西方列强这个时候也意识到了 太平天国是完全不同于清政府的 你清朝清政府给一点好处 那么清政府就会继续的维持 西方列强在华的一个经济力 而不是完全要赶他走 赶走他们 而太平军 就是要灭掉这帮西方列强 所以啊 在1864年的时候 洪秀玄所代表的这个 所带领的这个太平军 就在曾国全的乡军进攻南军之后 就自杀了 就此轰轰烈烈的这个太平天国运动 宣告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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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